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据报有可能在8月访台 若是能顺利成行 将是时隔25年后 再次由美国议长造访台湾 由于此行对台美关系 有着深远印象 因此引发中国藏烈不满 甚至放挂不排除以军事手段回应 对此共和党政治人物金锐气 在脸书上发文力挺裴洛西 指出议长绝对该带着代表团访台 且中共不应该左右他的行程 而这也是前国务卿庞皮欧 以及前国防部长艾斯培之外 再度由美国政坛重量级人物 站出来发声 现年79岁的金锐气 为共和党大佬 过去曾任众议院议长 也是首位以议长身份访台的 美国政治人物 他在2019年时出版书籍 分析美中角力与冲突 当时他坦言 自己过去误判中国 以为中国将和平崛起 与全球规则融合 没想到中国的本质 仍是极权的独裁国家 且渴望独霸全球 金锐气更呼吁 美国人应该要认清现况 而现在看来 金锐气的事情也是前来有自 因为北京近来激烈的言辞 不仅让紧张的局势升温 也引发美国政坛与学界的高度关注 现在传出美方正在拟定保护措施 考虑在佩洛西出访时 出动战机或航母护航 美国智库资深分析师就指出 中国透过威克佩洛西的访问 是想抹杀美台高层互访的成果 而美国圣汤马斯大学教授 叶耀元则指出 中国的举动非常不治 一下子把冲突局势拉得太高 新的民主党绝对不可能示弱 因为这攸关其中选举 网友也留言 总加速师来加以讽刺 指出中国每次抗议 都必定引来反效果 更让国际关注中国施压的 种种行径 记者黄信雅整理报导 请搜 bulun